朋友们好,现在我这个拍摄视频的位置是在巴塞罗纳的风斗 这是一个华人聚集地 我做油管做了这么长时间 像对于这种我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风斗 这是我第一次拍视频 也是第一次以这个主题拍这么一个短片 对于风斗每一个华人在这边 他用这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从我个人而言 我是经历了一个从不喜欢到喜欢 然后离开,然后怀念这四个过程 我是这么走过来的 现在我走到的是风斗的小广场 这是一个小广场 大家可以看一下 稍微再快走几步 刚刚后面是一个酒吧老板 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 这是一个风斗的石头人 在风斗的一说小广场石头人,大家都知道 游乐场,后面的小孩游乐场 这边是后面是小广场,后面是风斗的小广场 这就是风斗的转眼圈 后面这个酒吧,看了很多银子这个酒吧,是我以前我最喜欢来喝咖啡的地方 这个酒吧是我几乎每天都要来喝一杯咖啡的地方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这边还有什么理发店啊,美甲店啊,这都是认识的 以前我刚刚到西班牙住在风斗的时候 我第一印象是,这地方也太破了吧 真的,你在国内啊,你随便找一个二三线城市 可能他们那个建筑啊,那个豪华啊,或者说是基础设施啊 你感觉都要非常的漂亮 你来到风斗的地方,感觉就是一个小镇嘛 这个房子也很矮,都是五六层 最高也就五六层了,没有很高的房子 然后怎么又来到这么一个地方了,不喜欢 然后呢,没住一个月,我朋友说,我这边有一个空房子,你过来住吧 也没说我房子住,我到我朋友的一个海景公寓 海景公寓,我去那边住 然后到那边住之后,然后你才能够感觉到差距啊 你要说硬件啊,我朋友给我提供的那个海景公寓啊 那住的确实很舒服,硬件上来说很好 从一样来就能看到大海 但是你没人说话啊,你尝试一下两个星期没人跟你说话 试试,人会疯的 那段时间吧,我都干嘛 我都坐着地铁,我跑到风斗来 我就在小网场坐着,刚刚看到那小网场 我就在那边坐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感觉就能够接触到一些生活气息 能够看到一些中国人熟悉的面孔 咱当然了也不是说要跟他们交流交朋友 而是说一种乡愁吧 你说没有乡愁,那是假的 不管那边土地是好还是坏 总是会稍微怀念一点 对于刚开始来到巴特勒纳的,你只有离开这个地方 你只有在风都住了,然后你再离开,你再换一个陌生的环境 然后你心里上有落差,你才会发现啊 原来风的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可以过渡的地方 顺便再插一下这个地方 后面,我在后面是一个超市 Malegadonna超市 有人喜欢把它喊成Malegadonna超市 有人喜欢把它喊Malegadonna 发疑是Malegadonna,这边呢 太阳光照的呀 太阳光照的,它就是非常的刺眼 那个墙的反光啊,你看不清楚 实际上我后面那个大建筑,它就是一个超市 这个超市也算是 也算是风作的一个地标吧 它分好几层,第一层是菜市场 第一层菜市场卖什么都有 海鲜了,水果了,蔬菜了,鸡鸭肉类了都有 都有,二层呢是超市 二层是超市,然后呢三层四层呢是图书馆 有些人嘛在风头住了很多年 竟然不知道这上面还有一个图书馆 我来到这边之后第三个月 我知道这边有图书馆 我就来办了一张图书证 也来借了几次书 没有书看呀,这里的书没有啊 这个图书馆里的书啊 中文图书也就200本左右吧 中文的图书很少 我就借了一本三国演义看了一下 然后还有什么毛泽东大传 毛泽东传一看了还是国内出版社写的 我说哎呀没得看了 以后那个图书也就没借了 这是图书馆 我现在呢到了这个图书馆的后面啊 然后这条街啊有很多面馆饭馆 什么古里香卤味啊什么温州拉面啊 有很多这边就是吃饭经常来这边 拉面呢你要说好吃 美味呢也不见得多好吃多美味 但是呢它适合中国人的胃 吃中餐长大的吧 就是说你对这种中餐的依赖性 你多少是有的 你不要觉得吃西餐呢就是说很时髦 其实吃西餐呢也并不是说多习惯 你吃那个面包加火腿啊什么bogadillo 那种东西你吃了 第一次吃第二次吃你的嘴巴都能够把那个嘴皮子 把口腔的那个黏膜都给磨破 因为太硬了 这边是一个辅街道啊 我刚才说到哪里了刚才说到就是说 刚开始第一次来风洞呢 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很破 你离开 当你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陌生的怀念当中去呢 你就会怀念这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有它的很多便利啊 最主要就是一个便利 还有以及这个心理上的一个过渡期啊 有些出国的朋友他问我我就说 刚开始吧 你还是最好先来风洞过渡一下 我说你过渡一下 你要是刚来西班牙就到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去吧 你可能就非常不适应 那是硬着路啊 以前我认识一个人 他在国内做生意的 他办移民 直接就是买了一个半山别墅 买了一个半山别墅之后 然后然后搬进去之后呢 他发现哎呀太寂寞了 一天到晚没有人说话呀 就跟我认识的一个美国的朋友 他说的话差不多 他说我住在硅谷的大别墅里面 我去酒吧喝杯咖啡 我都要开车开个20分钟 我太寂寞了我太无聊了 所以说人是社交的动物 人不能够离开群体啊 但是你在这个风斗吧 你待时间长了吧也不行 你得要离开这个环境 就是说这个风斗吧 它是一个过渡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他太复杂了 有人拿那个风斗 跟这个做陶仁街的比喻 其实你把这个风斗 比做陶仁街是不恰当的 因为在风斗这个地方吧 他的这个外来人口的所占的比例 大概是在20%左右 大部分还是本地人为主 还是以本地人为主 但是就在这 少部分的外来移民里面呢 又分了很多种东群 你比方说中国人 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人群 还有巴基斯坦人 还有摩洛哥人 还有南美人 还有非洲的黑人 还有哪些人呢 还有吉普赛人 就是这些移民啊 他们把这个风斗分了好多层 动不动你看新闻 动不动你看那个什么 关于海外的新闻 就是说风斗啊 今天这个地方 谁谁被抢了 谁谁被偷了 老骨店又被抢了 老骨店也被偷了 这个新闻经常会有 而且呢在风斗还有一个地方叫什么 叫三脚地啊 其实呢那是一个八岔路口 我上次数了一下 那所谓一个三脚地一个转盘啊 延伸出来是八条路 我刚刚是我说是八岔路口 别人说不知道 后来他们说啊 什么八岔路口 这是三脚地啊 我一说三脚地那些老移民老华人 他们就知道我说是什么地方 在那个三脚地上去之后 再下去啊 往那个海边的方向下去 走五十米啊 那么有一个酒吧 那个酒吧就是个随窝啊 那个酒吧就是一个随窝 然后呢 我听说以前有朋友 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吧 都刻意要把手机都捂紧一点 把钱包都捂紧一点 因为那个酒吧里面 基本上都是摩洛哥人 哎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那个酒吧里面的常客 没有一个是清白的 都是几天到晚的想着怎么去 不劳而获啊 今天去偷谁啊 今天去抢谁啊 今天去抢谁啊 一天到晚想的都是这个 那个酒吧里面的常客 全部都是这些人 所以说那个酒吧是一个贼窝 当然了像这种类似于贼窝的酒吧 还是非常多 现在走到大街上呢 我也能够一眼都看出来 哪些人是好人 哪些人是坏人 我也都知道 他们看我也脸乎 我看他们也脸乎 但是他们不敢动我 因为我这个包长年都背在前面 因为我的个子呢 还是有一点啊 稍微在外形上面有一点点威慑力 所以说我在风头住了这么长时间 没有被别人抢过 也没有被偷过 我身边遇到的人吧 基本上都被抢 基本上都被偷过 我就继续保持警惕吧 继续保持这么一个记录 然后呢 争取永远都不要被偷 争取永远都不要被抢 我不被偷不被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知道江湖险恶 我能够知道江湖险恶 我意识到江湖险恶 所以说我时时刻刻 我都保持一个警惕的心理 比方说我这个手机啊 我这个手机 如果说被抢了被偷了 我里边录的这些视频啊 我做的节目啊 我保存的出外信息啊 就没了 对于说我很警惕啊 钱都是一个小问题 身上我也不会带很多现金 车来车往 哎呀 这大街上有车呀 我说话我也累啊 我必须把这个嗓子说的很大声 才能把一个路好 刚才说到哪了 说为什么要离开风土 为什么要离开风土 就是因为风土这地方太乱了 如果说一个华人呢 想要彻底的就是能够走进西方的中国 咱说 咱不如说要一定要融入他们 一定要派他们马屁啊 一定要讨好他们 不是不是这样 就是你能够比较适应 能够适应西方的生活 你还是要离开风土 因为你在风土这个地方吧 你就不可避免的总是跟华人打交道 因为跟华人打交道是非常舒适的 是一个舒适圈 因为语言也方便啊 这边华人开的酒吧 华人的面包店 华人的百元店 华人的什么旅行社 华人的驾校都有 它很便利 让你有一种心理上的依赖 这样的话呢 你在这个江湖里边 你还是跳不出去啊 所以说呢 离开风土呢 是走进西方生活的非常重要一步 这是我朋友的面包店 给他来个特写啊 在风土的可以来这边吃面包啊 我在这边呢 确实认识很多人啊 他们呢也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啊 他们在群里也都说过啊 老黑是个反华分子 但是呢 我觉得他们对我呀 也不会有那个太多的恶意 因为因为在这之前呢 我们有过一些交往交集啊 我估计他们的内心啊 也是比较分裂 哎呀老黑这种人 怎么可能是反华分子呢 性格也不错 脾气也挺好啊 是吧 也有点小才华呀 怎么可能是反华分子呢 他们心里可能有点矛盾 他们可能心里也觉得 哎呀老黑这个人可惜了 走偏了 跑偏了 他们可能也会这么去认为啊 这都没有关系啊 我们就保持距离就好 我们互相祝福就好 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赚钱 多多的发财 就是说在平时交往的这一块呢 咱们也就是说随缘吧 我不跟这些朋友们走的太近呢 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 也不要让他们难过 毕竟因为某些利益牵扯 他们必须得站队 这我是理解的 这也是我离开风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总之啊我录这个视频呢 是想说明哪几个观点呢 风度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既让人爱又让人恨的地方 风度这个地方呢它也很复杂 风度这个地方呢它也很折叠 以前不是有折叠北京吗 其实在这边呢风度它也是折叠的 各种各样的族群啊都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可能在一个公寓里面 什么黑人吉普赛人啊中国人啊巴基斯坦人啊都有 但是彼此就是不想往来老子不想往来都有 因为国家不一样地域不一样文化不一样 习惯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怎么去融入 你刚开始来到西班牙你要找一个地方落脚 你要找一个地方熟悉这里边的生活环境 你要了解这边的江湖规则 你可能你要来到巴塞罗那这个地方 什么情况 干嘛什么意思啊 没意思啊 我正在录一录视频啊 就愿意大女孩又拍张啊 没拍好你一直在动我 刚刚又遇到一个熟人稍微寒暄了几句 在这边呢走到大街上遇到了熟人太多了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今天的话题呢就聊到这吧 稍微再做一个补充啊 刚才呢在马路上有一个熟儿吧 他拍我啊 我也不知道他拍我目的是什么 他说我是名人啊要拍我 我说你不要把我的照片乱传啊 他说不会不会我不关心政治 然后就算了在这边确实是这样 有时候走到大街上会有人莫名其妙的 就是翻眼过来瞅我看我 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哪些人是好意 哪些人是恶意 我这个我真的是无同分辨 因为这个人的意识形态啊 你不可能改变 他们有可能因你的意识形态啊 而记恨你啊 刚才结束拍摄啊也结束比较匆忙 现在呢呢稍微在这边做一个补充 我现在这边呢在小广场上 大家所看到就是我以前经常带的小广场 虽然说很破很旧啊 给人感觉是比较狭小 但是呢感觉很温馨吧 是这样 这边呢能看到一个明都美甲店 一个明都美发店 这两个店他们是一个夫妻店啊 老板我都认识人都不错 啊抛开意识形态的人都不错 我上次我去去理发 那个理发的小伙子 我一看到给我一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吧 我靠明明长得这么帅 还非要靠手艺吃饭 还有跟他开个玩笑吗 他也开心啊 大家以后可以来这边理发 可以来这边做美甲 我给大家做一个免费的宣传啊 这家咖啡馆吧 咖啡不错 然后呢位置也不错 以前我经常坐在这边发呆 坐在这边思考问题 现在也不敢了 起码要紧细一点吧 好吧 今天就录这么多吧 以后呢 如果说有好的想法呢 我会继续做一些街拍类的视频 老是没在家里面做好像也不好玩啊 你别看我家里面现在签了什么专业的摄像头跟麦克风 实际上观看量还是这种模糊外取景的观看量多呀 好吧 喜欢我的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